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禁忌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禁忌也许比任何其他的地方多 因为我国主要三大民族 都有各族自己的神灵信仰 而且各个族的信仰 互相深深影响着 由于无知恐惧和迷信 每一个族都完完全全接受其他种族的信仰 而不是以一种理性的态度 去研究它和聘气它于现代社会之外 例如 很多亚洲人相信 他们不应该在天黑之后剪指甲 又或者在一个星期之内的某一天 不适宜洗头 又有些人相信 一大祖见到剃道了的宗教教徒 是不吉利的事 而又有些人相信天黑之后 不移宿地 更有些人认为 晚上不应该拿着肉类周围走 因为那些肉 会引了那些邪灵过来 有些父母 则劝告孩子带一块金属符咒来驱走魔鬼 有些人深信 晚上狗吠 或者猫头鹰叫 会带来恶运 左眼眉调又是有恶运 有些人很相信这些传说 不过那些不相信的人 心里就不会有任何恐惧和干扰 那佛教对这些传说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为什么这种迷信的恐惧感 能够使人们丧失理智呢 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些传说 几乎都是种种无名恐惧的导因 有时 这些传说 的确是相当有道理的 例如说晚上不要剪指甲 那是因为入黑之后 可能会不小心剪伤自己的手指 即使有邪灵的存在 佛陀曾经说过 只要我们以爱心 无论是有形或者无形的都好 去看待所有的生灵 只要我们明智地过着一种无损于他人的生活 只要我们相信佛法的力量 或者佛陀对真理的禅息 而且 只要我们明了佛陀的教导 并培养出正确的佛学思想 就没什么可以伤害我们 那又再说明 我们必须定期上妙语 培养献身精神 加强我们对佛教的信心 同时 我们也应该与宗教导师 互相讨论佛经的经文 来到加强我们对佛经的认识 妙语应该是人们增加知识 和改进理解力的好地方 唯有通过知识和理解 无知的人们才能破除迷信观念 和连根拔除不必要的恐惧感 对佛经理解